我们决定暂时采取更严格的措施, 尽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,防止病毒扩散。 这些措施将为期一个月。 我们将下令暂时关闭,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商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刹、超市、小贩中心、餐馆和公共交通等基本服务将造成营业。 你还是可以买到日常用品、蔬菜、肉类等。 也还可以向摊主购买食物,带回家享用。 但我现在的小区里面的儿童游乐场关掉了。 然后还有这个网球场也关掉了 平时就是下午啊什么的 很多小朋友会在这边玩的这个草坪 然后还有那边的池塘也全部都一起来了 我邀请大家积极配合这些新的防疫措施 齐心对抗疫情 保障我们的家人和新加坡的安全